南京啊 北京啊 成都 欧洲 日本 我去了一趟美国啊 基本上中国的北方都去过了 东黄墨高坡 卡卡沿湖 青岛 北海 上海啊 湿南啊 内蒙 河北 北京 浙江 上海 福建 宁夏 山西 四川 我们啊 基本上是每年去几个地儿 我同学刚从北海道回来 大学 特别好 我现在想去比较暖和的地方 巴厘岛啊 因为那里有海 还有沙场 想出国 护照办了 还能白办 想去日本 因为想去东京 迪士尼 今年的计划就是去泰国 从泰国回来 多了我们准备上新西兰 那天想去南方那边玩一下 因为从小从北方这边长大嘛 特别想去台湾 看了《恶作剧之吻》之后 就一直特别想去 只要喜欢去远一点的地方 要再去一趟东北 我要去趟未来的丈母娘家 首先女生嘛 第一个考虑就是安全 决策也是最主要考虑的方面 一定要拍照 然后特别漂亮 这个地方得有一定自己的特色 比如说追星 多少因素 一般都是吃的跟住的吧 如果今年 就大家都喜欢去那个地方的话 我可能就不太想去 比较想去人少一点 考虑到经费的问题 因为现在都长大了嘛 然后还父母的钱也不好 周边的朋友 互相的说 我们玩回来哪好 推荐 而是看电视 看哪个挺好的 这是哪啊 那我们就去吧 不太想了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 说走就走是没问题了 我一考结束之后 就是说走就走 就去了青海那边 没有做很多规划 到了地方才规划的 都是在打拼的时候 没有那么宽裕的时间 必须一切都得计划好 太自信了也不好 总归还是要上班工作的 要找工作啊什么的 可能就没有太多时间出去玩了 然后就想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吧 很好 反正你 Idea 酷